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先生会 你的人行故事机 这个前两天可以看那个留言 尤其是别的有一些频道的留言 有一条留言就有人就我一同时就问我们 谢谢你看这留言你有没有兴趣回答一下 我说行 我看看 什么呢 就是问了一个关于清朝一个官员的事 谁呢 张廷玉 这个张廷玉他这个留言里头他就问 这个张廷玉配相太妙这事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是吧 他又没有军功 对吧 又是一汉人 他能配相太妙 是不是因为这个纯粹是因为这个雍正皇帝喜欢的 他才能配相的呀 我当时看了这个留言嘛觉得挺有意思 然后呢 最重要是什么呀 就是我对张廷玉啊 有一些别的看法 就是他这个留言里头 这位朋友留言里头呢 有一种感觉啊 就是张廷玉什么都没干过啊 对吧 当然这个事啊是这样 你要说是跟那种军事上的那种出人头地的 那种全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啊 这个张廷玉啊 说实话也干了不少 只不过他呢 干事的风格属于是那种比较低调的 就是你是看不到这个人 他真正在历史上干了什么 你只有去研究这个历史背后的故事的时候 你才能看到 哎 这张廷玉哦 原来他干了这么多事 这个和他个人的一个性格很有关系啊 他这个人啊 有一句名言 治理名言 叫万事万当 不如 叫万言万当 不如一没 就是你干的再多 说的再多 不如保持沉默 这个呢 也是张廷玉能够辅佐三代皇帝 从这个康熙朝 他就担任这个刑部的左侍郎 一直到这个雍正朝啊 他就是这个 那就甭甭甭说了 对吧 军机处的首府大臣 再到这个乾隆朝 虽然他这个晚年比较凄凉吧 但是呢 在乾隆朝的前妻 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官员 呃 他能有这种成就呢 其中一个方面啊 和他的家庭教育很有关系 他爸叫张英 哎 张英这人也也特了不起 张英是雍正皇帝的老师 如果说咱们这个皇家也讲究什么这个师徒父子这种关系的话啊 这个张廷玉跟这个雍正应该令哥 应该令哥 他比这雍正还大几岁啊 这雍正也可能叫一身哥哥 当然这个皇家的事咱不能这么说啊 这个张英啊 就经常教育这个张廷玉 你这个当官应该如何如何 比如说这个就说过这么一句话 就是张英跟张廷玉说过这么一句话 叫什么呢 就是你如果想当圣贤之人 你说话就一定要简单明了就完了啊 你就不要说那么多东西 这张廷玉呢 很小的时候 其实就天天被他爹灌输这种思想吧 就接受了 而且呢 这个张廷玉一生非常清廉 这跟他爹也很有 有很大关系 这个他爹啊 身居高位啊 之后呢 在这个老家安徽同城那边 就有人仗着他们家的 尤其仗着张英的名望 在外头欺负人去 这很正常吧 对吧 他爹知道了呢 就经常就是训斥这些家里的人 有一次呢 这个家人就著名的那个六尺像的故事 因为这个房子的墙的问题啊 占地儿多少啊 然后呢 就和邻居就产生冲突了 然后呢 这个张英的家人呢 就写信给这个张英 让他出头 那个帮忙解决一下这个事 张英看完之后回了一封信 我估计很多人都听过 一指输来指味强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金秀才 不见当天七十皇 这一首著名的诗 实际上就是张廷玉他爹 张英说的 张廷玉当官之后呢 也是奉行着他爹的这种 这种风格啊 在朝廷中非常的谨慎 非常小心 比如说啊 他这办事有这么几个特点啊 张廷玉这是我给他总结的 他这第一个特点就是这小心谨慎 他小心谨慎到什么程度呢 他从来不和家人去提工作的事 回家之后守口如瓶 这个里头还有一个典故啊 当年啊 这个张廷玉在看史书的时候 因为张廷玉他这学问特别好嘛 对吧 很快就考上了进士 然后之后还负责编修名史啊 编修这种各种史书 都是张廷玉干的 他这学问特别好 他在翻史书的时候呢 就看到了汉朝有一位大臣叫 叫孙光 他的事 这个孙光呢 就是汉朝这位大臣呢 回家之后啊 这加了人就问他 哎呀 这个今天工作怎么样啊 孙光不说 哎 那皇上那个花园是不是特好啊 什么样啊 孙光不说 然后呢 这个张廷玉对此有一句评价 叫什么呀 叫真神仙 必不言上界之事 就是你如果是真的神仙的话 你就别跟老百姓说这个天上的天平发生的故事 对吧 你这个你把这是皇上的这点事 你这个凡人你能懂吗 对吧 你们的根本就不配懂啊 而且这里头还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很多隐患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啊 你跟皇上 你跟家人说 哎呀 最近听说这个皇上 所以最近这皇上啊 喜欢看一出戏啊 比如说喜欢看这个大闹天宫啊 那这个这句话说者无益 听者可有信 皇上喜欢看戏 喜欢看大闹天宫 行 那我就全国去搜罗这种唱大闹天宫唱的好的戏班 给皇上进行过去 对吧 那是不是就对我可能有一些别的帮助啊 对吧 所以这个你跟外头人说一句关于这个皇宫里的事的时候 都很有可能给自己遭来不必要的麻烦 对吧 那你别人就有可能说你啊 你你这个贿赂皇帝啊 你怎么知道你就是你的麻烦就该来了 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特点啊 就是小心谨慎 而且呢 他小心谨慎到什么程度 我原来在做节目的时候说到啊 这张庭宇晚年啊 被乾隆皇帝抄家了 乾隆皇帝抄他家的目的是把他们家所有的带带字的东西都给抄过来 皇上呢要从里头找到枝言片语去弄这个张庭宇 后来呢就把什么张庭宇的日记呀 他的一些这个这这一些草稿啊就都拿回家了 就就都抄到皇上那去了 乾隆皇帝呢就一个字一个字的看 您说乾隆这个大搞文字玉的人 他这个文字功底是相当了得呀 他看了这个张庭宇的日记之后啊 愣是一句问题没挑出来 在这日记里头张庭宇只记录了 哎呦皇上对我多好 我这个干活干的又不好又惹皇上生气了 皇上今天训斥我了 这个是我的不对 对吧 皇上怎么怎么着 皇上万岁 他在日记里只有这个内容 绝口不谈自己的一些抱怨 一个字都没有 而且他也没跟别人说过 也不结交捧的啊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张庭宇在这一次洗劫当中 虽然那个人很悲惨 但是呢 还是落了一个善终 就没有被杀头嘛 对吧 这是他的第一个特点 就非常谨慎 第二特点是工作效率极高 就高到什么程度呢 在雍正朝 雍正皇帝啊 他这不是有一个军机处吗 这个军机大臣每天都是跪受笔录 就是我跪着听皇上说话 然后呢 我拿笔给写下来 皇上要发布什么命令啊 我说先写一个草稿啊 然后写完草稿之后呢 那个成皇帝预览 预览之后更改 更改之后 然后再正式成文下发 这个皇上有时候那说话 这个朝三不朝两 也有可能 对吧 比如说一个 我要 我安排一个什么什么事 对吧 这个事大概其什么样的 就跟这说 张庭宇呢 就跪在地上写 写完之后 这个草稿拿给皇上看 皇上您看这行吗 雍正一看 你这太棒了 这个 对吧 你把我说的话 完全转化成了书面的 皇家的那种命令 的那种文本 就写出来了 一个字都不需要更改 直接抄去吧 直接抄圣旨上吧 就这样 就张庭宇的工作效率 雍正皇帝那会就说啊 你一天能干 别人十天干的事 对吧 有一次张庭宇生病了 生病在家 几天没来 这雍正啊 就等张庭宇回来之后 就跟这个 张庭宇说 哎呦 这个横沉啊 就张庭宇自横沉吧 横沉啊 我胳膊疼 张庭宇就问 您怎么胳膊疼啊 嗨 你是我的左膀右臂 你生病在家 我就胳膊疼 就这么一个隐喻嘛 对吧 说明你是我的左膀右臂嘛 对吧 然后就用这种方式 来夸奖这个张庭宇 那个另外呢 就是张庭宇对皇帝的 圣意的这个揣测 特别好 皇上有的时候 一个眼神 一句话 他就知道这个雍正要什么 就能把雍正伺候的特别好 雍正这位爷 咱说实话 也不是好伺候的主 对吧 你想着 在他手底下 那么多大臣 什么龙克多呀 什么这个年庚瑶啊 都死无葬身之地 恨不得 对吧 那您张庭宇在雍正朝同善终 长期担任这个军机处首辅大臣 这么一个职位 很不容易 对吧 非常不容易 当然这个说半天啊 这个没有说 他具体做了些什么 那张庭宇具体做了些什么 让他进太庙了 很简单 雍正朝 每一件 不关这个事儿大事儿小 每一件国家的政策决定 都有张庭宇的参与 是每一件都有张庭宇的参与 就是这么的夸张 当年这个最早的时候 雍正刚上台的时候 当时不是有很多这个叛乱吗 西北的罗伯顿丹僧 对吧 包括京城里头也不是很安稳 所以那就需要用兵 用兵的话 你打仗打的什么 打的是后勤 打的是前两啊 对吧 这个所有前两都是张庭宇筹备的 包括雍正后期的那些政策 什么贪丁入母 火候归功 官身一体 当差一体 拿粮 这种各种各样的政策 都是张庭宇 他 你甭叫他出主意 是雍正有这个想法之后 张庭宇去给完善 去给实施执行的 包括最著名的 清朝最著名的一个衙门 军机处 这个地方 也是雍正口述 就说 我成立一个地方 咱们这个西北打仗用兵的时候 咱们用得着 行 张庭宇就成立了这个军机处 成立军机处以后 所有的张成 这个怎么弄 怎么闹的 都是张庭宇办的 所以张庭宇 他本人对这个清朝 尤其是在雍正一朝 他做出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 我这个人呢 虽然 我不是清垂 当然我更不是明垂 这个我对这个清朝皇帝 比较赞赏的 就是这个雍正 因为这个雍正实际上 在我看来是一个 是一个被很多人误解的一个皇帝 对吧 雍正朝 他的很多政策 实际上是给大清续了命的 这种续了命的东西 每一项都出自张庭宇之手 我觉得这不能说明张庭宇的本事小 而是他干的少 对吧 反而说明张庭宇这人真的太厉害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张庭宇围观50年 几乎没犯过错 当然除了他年老的时候 我在之前也讲过这个乾隆朝的事 确实张庭宇自己也犯了一些错误 不可能一生一点错误都没有 但是基本上来说 没有什么错 对吧 但是这位网友说的有一句话 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 就是什么呢 张庭宇他能配想太妙 这么大的荣誉 跟雍正对他的喜好是有关系的 但是各位 雍正能喜欢这个人 一定说明这个人的本领 包括其他各个方面 都是相当出色的 雍正有四大宠臣 鄂尔泰 张庭宇 李卫跟田文静 至少李卫跟田文静 这俩人就没有资格配奖太妙 对吧 那为什么呢 那肯定就是背后有他的原因的 好了 关于张庭宇为什么能配奖太妙的事 咱们这期就聊这么多 感谢您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